總部樹立在新北泰山 台灣記憶體大廠南亞科 深耕DRAM晶片領域 13號下午卻因為累積 廠內部分機台暫停運作 南亞科預估 複集時間大約需要2到3天 而公司也發出重訊 初步估計損失金額 會有3到5億元台幣 損失包括晶圓受損 設備維修及生產中斷 分析師認為 主要損失來自晶圓回損 因為只要斷電一秒 產線上所有成果 就通通報廢 而後面真正的衝擊 則是在於說 對於客戶的訂單 會不會來得及 能夠重新供應 因為其實這一個線上 三個月的所有的晶圓 如果全部報廢的話 那你要重新投片 再跑三個月 後續衝擊不容小觸 半導體業大都有預防措施 像護國深山 台積電 晶圓廠就有不斷電系統 在停電和供電不穩時 能提供備用電源 同時也能穩定電壓 以免電子設備受到傷害 2016年更首創智慧節能版本 把效率從94%提升到99% 同時採用更環保的離鐵電池 每年能省下1710萬度電 而且這個不斷電系統 是防逆向突破的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因為一旦停電之後的話 如果突然在復電 可能就會有突破的產生 這個部分就會對設備機台 造成一個比較不好的影響 接著的話就會採用內部的 可能是柴油發電機 或其他的預備電源 然後趕緊指引上去 當對流氧系發展旺盛 短言時強將雨時常伴隨雷擊 事前預防 事後修復 都是半導體上的必考題